第1381章 云海之巅 江离 四月第一更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斯墨子离去了 云洛大司与其一同 在亡灵的目光下 离开了大地心 远远的不见了身影 这一战 没有结果 出乎了此地所有修饰的预料 就连老朱雀 也是没有想到 但以其强悍的修为 却是隐隐的看出了一些什么 尽管如此 但却并不妨碍亡灵的威名 在这颠落之地的崛起 在这数万修饰的眼中 仅仅是方才的那一幕幕交战 就足以让他们把亡灵看成 能与第三部大能对抗的强者 洛生会的长老之选 被中断至现在 也开始了继续 只不过这一切 与亡灵已经没有了任何关联 颠落之地内 刘金彪与许立国所在的那刻蛮荒心 也在这段时间中 被火雀族之人 仔仔细细地搜寻了一遍 对于火雀族来说 大地心上举行的试炼 是他们极妙的机会 在那仔细地搜寻下 火雀族之人 找到了隐藏在那蛮荒心最深处 闭关图纳的刘金彪 与其守护之灵许立国 一番恶战 刘金彪被擎 秘密地送出了颠落之地 与外围的火雀族老祖会合 刘金彪一路面色阴沉 一语不发 但在其身上 却是有股一代宗师的气势 更有那种长期掌握大权 一语就可万人灭杀的无形之危 在颠落之地外的太古星辰内 当刘金彪被火雀族族人带出后 那始终在外小心谨慎 不敢踏入半步的火雀族老祖 却是眼中顿时就有狂喜之色闪烁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不看火雀族族人的拜见 右手抬起化作一片火焰 直接拍向刘金彪 刘金彪神色没有半点慌乱 透出无尽沧桑 冷冷地盯着那临近的火雀族老祖 他这平静的目光 落在那火雀族老祖眼中 却是让这老祖心神一震 应该错不了 这种气势与威压 唯有常年居高位者才有 此人若真是朱雀 就该如此 冷亨中 这老祖右手轰然就落在了刘金彪身上 其火焰之力骤然冲入刘金彪体内 一顿横扫之后 却是眉头一皱 火雀小卒 在老夫重伤闭关 未遇之时偷袭 如你等仙祖一样 跳梁小丑而已 刘金彪冷笑开口 那火雀族老者目光一闪 内心疑惑有所消散 他之前观察下 发现对方体内火焰之力不多 此刻听闻此话 还不能完全消散疑惑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刘金彪右臂轰然一震 一道伤口骤然出现 其内流出大量的鲜血 这些鲜血 顿时就被火雀族老祖卷走 化作一个血球拿在手中 一闻之后 眼中喜色更浓 略有犹豫 吞入口中 鲜血入腹 立刻就化作一股 极为强悍的火焰之力 在这火雀族老祖体内爆发 隐隐地 在这老祖身后 赫然就出现了一片虚幻之木 但见那虚幻中 一条全身散发火焰的火鸟 展翅长鸣 在其身前 还有一尊略小的猪雀 这猪雀样子模糊 似重伤未愈 神采暗淡 此刻与那火鸟纠缠 很快就被那火鸟 一口吞噬入体 在吞噬后 那火鸟全身的火焰 轰然浓郁起来 竟隐隐的形态有了变化 与猪雀越来越像了起来 好 果然是猪雀 那火雀族老祖 目中露出狂喜 长孝中 右手骤然抬起 直接就落在了刘金镖头顶 这火雀族老祖修为通天 能修炼到如此程度 心智自然极高 更是多疑不定 几次三番检测后 尽管已然有所确定 但仍旧还是施展了搜魂之术 在他看来 这天地间 一切都可虚假 唯有这搜魂术 才是最真实 其右手 按在流金雕天灵 火焰之力 轰然而出 转眼就展开了搜魂 一幕幕记忆在其心神浮现 片刻后 这火雀族老者 神色露出满意 尽管还有些疑惑 但眼前此人是六代朱雀 却是绝不会错 大袖一甩 这火雀族老祖卷着流金镖 越过了火雀族族人 虚空一晃消失无影 却是以大神通之术 急急地赶回火雀族总部而去 在这火雀族老祖离去的同时 大地心上 亡灵盘膝坐在那老猪雀 掉龙的湖泊旁 双目骤然睁开 露出一丝金光 这刘金雕的骗道之术 果然高明 连这火雀族老祖都被骗过 没找出任何破绽 眼下要详细地准备一番 只等刘金雕 被带入那火雀族圣地 亡灵目光闪烁 双手骤然掐绝 化作一片印记 弥漫在身体四周 静置越来越多 许久之后 在亡灵身体外 就形成了一座阵法 这阵法拥有传颂之效 一旦开启 就可通过特殊的方式 使得亡灵穿梭而走 老祖 晚辈在这颠落之地 还有一蒲丛 此人名为钟大红 还望老祖代为照顾 黄昏之时 亡灵睁开双眼 平静地开口 在他身前 那老猪雀坐在湖边 手里拿着吊杆 身旁还放着一壶酒 闻言回头看了亡灵一眼 目中露出慈祥 都准备好了 亡灵点了点头 还有几样法宝须计练一下 就等那边开启了 那老猪雀放下吊杆 拿起旁边酒壶喝了一口 沉声道 阎龙的操控之法 老夫已经给你 眼下你就要离去 此去危机重重 不知下次相见为何日 你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说出来 亡灵沉默 望着老猪雀 他与对方 尽管只有数日的交错 但老猪雀无私的帮助 与那护短的行径 却是给了亡灵少见的温暖 眼下将要离别 却是心中隐隐有了伤感 老猪雀看到亡灵沉默的样子 眼中慈祥更浓 笑道 以后若有机会 我们祖孙二人 还有相见之日 可不要如小孩子一样不舍 老夫下一次看见你时 希望你可以再让我震惊一下 亡灵看着老猪雀 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沉声道 老祖 晚辈想要那赛场之上的 骨魂镜修炼方法 你要那骨魂镜 老猪雀略意沉吟 缓缓开口道 那骨魂镜 是一代老祖当年抢来 就算是老夫 也没有修炼方法 罢了 我把这镜制送你防身 你有时间自行钻研一下 或许以你的悟性 能有所获得 也说不定 这老猪雀说着 右手抬起向着天空一抓 远远的 大地轰鸣 却见天空骤然色变 风云倒卷之下 整个天空一下子就有了幽光闪烁 渐渐的 一个巨大的龟兽 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那龟兽目光冷漠 低下头望向老猪雀 老猪雀右手掐绝 向其一指 那巨龟幽光 再次积极闪烁 万丈之中 其身子突然缩小 越是缩小 那幽光就越刺目 瞬息间 这庞大的巨龟 就化作了巴掌大小的一片龟甲 幽光如月 笼罩了天地 一挥之下 老猪雀就把这龟甲 送向王林 王林接过 看了一眼后收起 向着老猪雀抱拳 正要开口 却被那老猪雀打断 莫要道谢 自家长辈给晚辈东西 还要晚辈道谢不成 你若心存感激 倒不如帮老夫一个忙 老猪雀神色略有严肃 干咳一声 说道 老祖请说 只要是晚辈能做到 必定去做 王林话语不高 但却斩钉截铁 老猪雀面色一红 放下吊杆后搓了搓手 笛声道 你猪雀四次觉醒 早就可以送出猪雀印记给族人 老夫希望你在选择期待猪雀时 这个 王林望着老猪雀 静等对方说完 这个 要挑好人选 可不能选择那些不检点之人 你明白 老猪雀眨了眨眼 王林眉头一皱 没有太听懂 陈寅少许后点头 说道 老祖放心 晚辈在七代猪雀人选上 定会谨慎斟酌 绝不会让三代猪雀之事重现 老夫不是这个意思 老猪雀再次搓了搓手 咬牙道 老夫的意思 是你选择的七代猪雀 不能是风流之辈 哎 你怎么还不明白 你不是悟性挺高的吗 王林愣了一下 神色露出疑惑 点头道 好 晚辈绝不会去选风流之辈作为七代猪雀 毕竟若是太过贪恋美色 于修道没有好处 老猪雀眼中一瞪 低声喝道 不是不能太过贪恋美色 而是不能贪恋半点 不能去碰 哎 你悟性都乃去了 非要老夫说明白啊 老夫要的是定力过人 嗯 你最好从娃娃中选择七代猪雀 省得长大之后 元神之羊被迫 修不了老夫的功法 就这样 你从娃娃中选一个 然后下次见面 给老夫送来 切记 一定要元神之羊没被迫 不是我说你们 你看看你 小小年纪 还没老夫定力高 要知道 老夫这无数万年 元神之羊可是半点没有消散 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小辈 双修之术 有什么好的 老夫从未与人双修过 每天精力旺盛 别提多么快活了 王灵待在了那里 正正地望着老猪雀 半想说不出话来 苦笑中点了点头 老猪雀内心松了口大气 把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了王灵身上 看到王灵点头后 老猪雀干咳一声 说道 老夫的神通 唯有元阳保存完好之人 才可发挥最大威力 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这样 老夫也不让你白白帮忙 我传你一世神通 这神通 是我朱雀一族最强三树之一 传自那远古先尊 你尽管元阳被迫 但应可略作修行 此树威力太大 会燃烧寿元 轻易不要使用 可作为保命之术 四月来临 今日爆发 最少四根 努力五根 争取六根 四月要战 要拼 求保底月票 本章完 第一千三百八十二章 云海之巅 明志 第二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切记 不到万不得已 莫要施展此数 老朱雀神色极为严肃 话语说完 他深吸口气 右手在身前打出一组颇为古怪的应觉 随着应觉的出现 老朱雀眉心之中顿有虚火之火成片弥漫 融入应觉之中 使得那应计瞬息间火光闪烁 相互组合之下 赫然就形成了一把 丈许长短的火骨 说它是骨 或许并不恰当 此骨如棍 笔直无曲 在这火骨出现的刹那 老朱雀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双手再次掐绝 一挥之下 又是一组 应觉虚幻而出 化作了一条条细线 这些细线并未环绕火骨 而是笔直地 链接在了火骨的顶部 向外延伸出来 远远看去 这由老朱雀神通所化之物 颇为古怪 若是在上面铺展一些油纸 几乎就与凡间雨天所用的雨伞 极为相似了 王林目不转睛 他看到老朱雀打出了两组应觉 各自不同 第一组 共有999个印记 瞬息间组成 至于第二组 则是远远超过前者 那一瞬息打出的印记 恰是9999 天地中没有引动半四元里的波动 风云也没有倒卷 四周已然是安静无比 就连那湖面的波纹 也如常一般 不起连衣 似乎一切 都没有任何变化 打完两组印记 老朱雀神色更为凝重 他深吸口气 目露奇异之光 双手猛的一挥 却是左右两手同时掐绝 但见光芒刹那间 就万丈而起 直接就穿透了这湖泊四周 向着八方蔓延 转眼无尽 老朱雀双手掐绝之速 越来越快 没有丝毫停顿 便有一个个印记 在其手中幻化而出 百个 千个 万个 十万个 乱绝剑狱迷人眼 老朱雀的双手之快 已然肉眼查看不清 就算是神识探查 也会被一股奇异之力阻挡在外 老朱雀仰天一声嘀吼 双手之中的印诀 已然超过了百万 那百万印记同时出现 卷动天地 化作一股风暴 这风暴轰轰而去 直奔火骨 刹那间 风暴就与那火骨融合 将其卷入风暴内 冲向天空 王林倒吸口气 猛地抬头看去 其双眼瞳孔 骤然就是一缩 却见天空之中 那风暴卷动之下 仿若一把并未张开的大伞 阵阵虚幻火焰环绕在外 形成了无数火龙咆哮 整个天空 一眼看去 如同被火龙占据 这一条条火龙 在那风暴外弥漫 怒吼连连 这一幕 整个大地心所有位置 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坟界鼓伞 老猪却一声低吼 天地轰然一震 那风暴顿时就停止了旋转 静静地飘在半空 一动不动 一股说不出的威压 缓缓地从天而降 大地上 一出出植被弯腰 密出大量的水雾 湖泊中 鱼儿急速游走 那湖水似沸腾起来 爆出一片片气泡 地面更有一道道裂缝 骤然间细密地出现 仿若均裂 一切看到这一幕的修饰 体内的血液 轰然有了被燃烧干枯的迹象 星空中 弥漫了无尽扭曲 似乎在这静止的风暴下 隐隐承受不住 那扭曲不断蔓延 转眼之中 就几乎弥漫了小半个颠落之地 凡是被笼罩的星球 均都如大汉万年一般 出现了一幕幕毁灭前的征兆 老朱雀呼吸略有急促 显然这一世神通 对他来说 施展出来也是负荷极大 第一组999个硬诀 第二组9999个硬诀 至于第三与第四组 却是分别都是99万至极之数 在九系中 需要将这些全部打出 每一个印记内 都蕴含了自身的元神之羊 更有全身修为之力 再配合特殊的口诀 方可凝聚出 这我朱雀一族 最强之术 坟戒骨散 这里面但凡有一个硬诀出错 都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反噬 就算是老夫空悬中期的修为 在这反噬下 也将重伤 若是患了并非火修者 盗销都有可能 此术传自远古先尊 老夫曾听一代老祖所言 当年在老祖家乡 先尊曾用此术 直接毁灭了一介万兆之人 故而称之为坟戒之术 此术在远古先尊手中 也算是极为强大的神通 老夫不知晓 此术是否还在道术的范畴之内 但听一代老祖曾说 坟戒骨散 散开九次 次次灭世 当年远古先尊 毁灭一介 开散八次 第九次 就算是先尊 也不敢去开 一代老祖修为通天 已然到了空节初期 也只能开散五次 至于老夫 因数万年元神之阳从未被破 以本身之阳推动 却是可以在空旋中期时 开散两次 此术本不该传你 只因此术危险太大 稍有不慎 便会引来大祸 一代老祖更曾言 此术并不完整 似当年先尊偷学而成 但你悟性惊人 可自行定夺 老朱雀的话语 急急而出 亡灵紧紧地盯着天空 那如未开支散般的 静止风暴 心神被老朱雀的话语震撼 他本以为老朱雀所传之术 最多也就是倒数而已 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种 无法想象威力的神通 散开八次 毁灭一介万兆之人 这还能算是神通吗 老朱雀呼吸更为急促 右手一挥 那天空静止的风暴 轰然一震 却是隐隐有了消散的迹象 死术只能传你到这里 不能随意将其打开 一旦打开 会对这里造成极大的伤害 老朱雀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气空悬中 其修为之血 化作一片燃烧的滔天血物 卷向风暴 与其融合后 使得那风暴渐渐散去 直至半炷香后 这风暴才最终消失在了天地中 大地心的一切 缓缓地恢复正常 星空的扭曲 也慢慢地恢复了 这一幕 尽管时间不长 但却让亡灵头皮发麻 更是眼露金光 此树的墙大 尽管没有展开 但亡灵却是略有感受 心脏砰砰 砰砰的加速跳动 直至天地彻底正常 那老朱雀却这才松了口气 面色渐渐平缓下来 右手虚空一挥 顿时就有一枚玉碱出现 直奔亡灵而去 这玉碱内 就是所有硬绝 更有开散之术 你速速记下 没有半点差错之后 回去磁碱 老朱雀说完 盘膝坐在一旁 闭目打坐吐纳起来 王灵接过预检 盯着手中之物 目中闪过方才老朱 却施展此树的 一幕幕画面 王灵心动了 他这一生 很少会因为某样宝物 某样法术去动心 且不寻常的心跳 而是怦然心动 他一生修炼静置 更是静置中的大师 对于别人来说 九夕之内 施展近两百万的硬绝 将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情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九夕太短 可王灵在结单之时 就已然因施展静置 必须要高负荷的 快速打出硬绝 且有些静置 若想要布置或者破解 机会只有一刹那 在那瞬息间 需要大量的静置硬绝打出 才有可能 故而 这对别人来说的第一道门槛 对于王灵 尽管也有难度 但却并未绝对 真正让王灵震撼的 是老朱雀话语中 透露出的内容 与这坟界鼓散的来源 似远古先尊 也就是远古先皇当年偷学而成 此书并不完整 王灵深吸口气 眼中闪过骇然之色 这句话 尽管有一个四字 存在着无尽变数 可一旦为真 那所表达的含义 实在是太过让人震惊 此书 到底是谁创造而出 那远古先皇 又是从哪里偷学而来 若真如此 仅仅是偷学的不完整神通 就足以蔑视 若此书完整 王灵沉默中抬起头 望着天空 隐隐地 如当年还是凡人之时 看着天空 觉得自己极为渺小 我眼下的修为 又算得了什么 这天 到底有多大 这天外 到底是什么 半想之后 王灵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眼中露出一股崛起之芒 知晓得越多 便越是渺小 但王灵并没有因此颓废 反而激发了其性格中的不甘 正如他之前 对一代朱雀虽说的那句话一样 也可以 我王灵 也可以 我王灵 为什么不可以 天地万物 有人为凡 有人为先 有人下之人 也有人上之人 天生万物 物物不同 这世间本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 但同样 也是极为的公平 既有人可以创造这种神通 既有人修炼到那种无法想象的地步 我王灵 一样能行 天资我或许不够 但却无法成为阻止我脚步的办事 今日我去学着别人创出后背先皇偷学辗转留下的坟界神通 他日我要让别人去学我王灵之术 王灵神色露出坚定 他没有长笑 没有呐喊 只有心中默默的低语 如同明智 或许 这就是他的明智 双目一闭 王灵整个心神 融入手中玉碱之内 把其中无尽印绝 深深地刻在了脑海中 更留下了那开散之印 玉碱在他手中 砰的一声化作一片碎灰 消散了 被风溢卷 那飞灰向着天际飞去 似代表着王灵的明智 越飞越远 我尔根 在这如火四月 不愿去做配卷 不愿再去看别人厮杀 别人能行 我一样能行 王灵的明智 也是尔根的明智 求月票 杀回前三去 本章完 第1383章 云海之巅 疯狂的念头 第三根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火雀族老祖 身为三不大能 尽管只是空孽初期 但在这星空中 却是举手投足 都可惊天动地 施展顿数 更是缩地成寸 带着刘金镖 直接就回到了火雀族总部 火雀诸星 那老祖在星空扭曲下 一步迈出 眼中露出浓浓的狂喜 一晃之下 就直奔修真心深处 那被火焰环绕之地而去 其速太快 转眼就来到了 其常年闭关所在 这里 火焰之温极为可怕 半点火星 就可以使得修士 肉身 坟灭而亡 但这火雀老祖 却是没有任何不适 抓着刘金镖 迅速临近 刘金镖 一路神色阴沉如水 冷冷地望着火雀老祖 看不出半点心思 他此刻已然 完全地带入境区 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把自己都骗过 认为他刘某 便是六代猪雀 在经历了太久的权势之后 被火雀族偷袭所情 但即便如此 他身为六代猪雀 自有其尊高之处 即便生死危机 也绝不会开口求饶 那火雀族老祖闭关之处 有一扇模糊的门 此门通体虚幻 隐藏在火海之中 寻常之人 根本就无法踏入半步 再加上 老祖亲自把守 可谓森严 他这段日子虽说离去 但那火焰中的模糊之门 却是蕴含了极为强大的静止 这静止不是他布置下 而是其主人留下 那静止的强大程度 就算是第三步 也无法短时间破开 来到门外 这火雀族老祖 压下心中的激动 扑咚一声 就跪在了门下 这一幕 看得那刘金彪双眼一鸣 第三步大呢 火雀一族老祖 竟然跪在门下 主人 老奴请来了六代朱雀 特此献给主人 助主人伤势恢复 主人 刘金彪头皮一麻 眼中露出震撼 他盯着那模糊的门 心中掀起滔天大浪 第三步大能的主人 这 这 门内无声无息 那火雀族老祖跪在那里 等了许久 神色没有半点不耐 始终恭恭敬敬敬 他越是这样 刘金彪心中就越是震撼 隐隐地 竟然有了从片道中苏醒的迹象 他是被吓醒的 六代朱雀 半想之后 一个虚幻的声音 从那门内徐徐飘出 火雀族老祖身子一震 神色更为恭敬 眼中露出激动 连忙说道 老奴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 吞了此人血液 对其展开搜魂 绝不会错 此人就是那六代朱雀 且老奴 是在颠落之地 将此人擒来 那声音似乎沉默下来 随着其沉默 一股无形的威压 渐渐笼罩 使得刘金彪身子颤抖 眼中的高傲早就消散 雀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恐惧 他 彻底地被吓醒了 完大了 这次完大了 刘金彪口干舌燥 眼中露出惊恐 内心疯狂地呐喊 以第三不大能为奴 这 这到底是什么人 那王林安排我进来 说是能救我出去 但就算是他来 怕是也会身亡 许久地寂静之后 那虚幻的声音 再次从门内 徐徐传出 把他送进来 刘金彪身子顿时颤抖 张口正要解释 但那火雀族老祖 却是立刻抓着其身体 直奔模糊之门而去 这一切太快 刘金彪还没等出言解释 就立刻感觉全身轰然一震 却是被那火雀族老祖抓着 冲入了门内 此门上的静置 似乎被压制下来 没有爆发 任由火雀族老祖进入 一进大门 展现在刘金彪眼前的 是一幕让他这一生无法忘记的场面 这是一片星空 没有天 没有地 只有一团巨大的火焰 那火焰占据了星空的七成 弥漫之下 传出轰轰燃烧巨响 在火焰外的星空 没有任何星痕 有的只是一道道 如手臂粗细的支线 似从虚无内延伸 弥漫了整个星空 一眼看去 如同珠网 那火焰 就是在这珠网的正中心 那些珠网之线仿若一条条通道 有无数古包在其内蠕动 从四面八方直奔中心火焰而去 似被火焰吸收 火焰的颜色 是七彩之色 没有黑白 那七彩火焰滔天燃烧 隐隐可见深处 盘膝坐着一个身影 这身影全身四穿着铠甲 身后更有一条七彩珠雀闪烁 你退下吧 虚幻的声音 在这诡异的星空内回荡 更有一团拳头大小的七彩火焰飞出 直奔火雀老祖 融入七眉心 这火雀族老祖身子一震 眼中露出狂喜 去打坐消化 那火雀族老祖公声称是 身子后退 消失在了这星空中 此刻 在这诡异的星空内 就只能下了刘金雕 与那火焰中的身影二人 刘金雕身子颤抖 他能感受到 对方所在的火焰中 有一股让他几乎窒息的威压 这股威压 足以将他杀死千万次 你不是六代朱雀 那虚幻的声音缓缓传来 落在刘金雕心神 让他心中咯噔一声 头皮发麻 魂飞魄散 扑通一声 刘金雕跪在地上 眼中露出浓浓的惊恐 不假思索的 就立刻求饶道 大仙饶命 大仙饶命 小的刘金雕 只是一个小小修士 被歹人要挟 不得不来此 若是不来 就会送去性命 还请大仙开恩 小的愿意伺候大仙左右 效全马之劳 不过在你的身上 倒也有 本尊感兴趣之物 那虚幻的声音 打断了刘金雕的话语 顿时刘金雕四周存在 而那些无数通道般的支线细丝 立刻就有一些骤然抬起 直接就卷在了刘金雕身上 更是破开其肉身 钻入体内 一吸之下 刘金雕立刻就惨叫起来 其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枯萎 大量的血液被迅速抽出 化作那些支线上的一个个骨包 直奔火焰而去 除了其血液外 更有其生机 也在这一吸之下急速消散 危机之中 刘金雕挣扎的尖笑一声 喷出了一口精气 这一口精气刚一喷出 顿时就有滔天剑气轰然而出 却是那许立国幻化成一把大剑 出现之后 并未刺向火焰虚影 而是轰然间旋转 化作了一道剑之风暴 主人 通道已经打开 那许立国此刻也是魂飞魄散一般 吓得心神俱阵 出现之后 立刻就内心咆哮起来 都是那煞心害的 他以为这圣地有火之本源 却没想到 这里他奶奶的有个活人 而且还是以三不大能为奴的活人 有意思 那虚幻的声音似带着微笑 缓缓回荡 颠落之地 大地心上 亡灵闭目盘息坐在那传颂阵内 心神融入呼风唤雨界中 寻找到天韵子之魂 融入其身 心神以极快的速度 不断地推演未来之事 在这一刹那 他突然双眼猛地睁开 其内暴虐之色一闪而过 火雀族圣地内 有人疗伤 此事亡灵在没来大地心前 的确不知晓 但与一代朱雀交谈后 他却是心中明白 其内 定然有人 若那个时候 他放弃了计划 让刘金彪等人回来 也不是不可 但亡灵却是心中涌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一代老祖曾言 那疗伤之人 很可能是三代孽雀 是一代老祖心中愤恨之人 若非是无法离开天方界 其必定杀入火雀族 亲手了结这孽雀 他尽管没有名言 但与亡灵交谈中却是告知 会帮助亡灵 让其计划完善 可以潜入火雀族圣地 更是送给他一片雀与质宝 这一切的一切 无不说明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 那三代孽雀 在太古星辰另有身份 这个身份 亡灵也曾猜过 实际上 他心中已经有了七成的答案 甚至可以说 这答案 已然是九成 七成 足以让他决定 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何况 九成 做完这件事 他将离开太古 回到封建 被一代朱雀打伤 又在戒内被神秘修饰一吼之力重创 不得不选择闭关疗伤 数万年没有露面 但却暗中操控太古 施展了一幕幕阴谋诡计 其女入戒内 引诱清灵 毁灭封界之尊 四大仙界香火之力 联合诸人 逼封界之尊 肉身崩溃 险些死亡 凡是被其看中的戒内之人 都要不择手段地引诱 如司马墨 清灵 甚至若我没有猜错 就算是当年的清水之风 也与此人有莫大关联 更恶毒地欲要重刀 这一切 都是她的手笔 眼下她重伤闭关 我岂能放弃这个机会 亡灵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她现在要做的事情 本就是疯狂之事 阵法光芒突然急急闪烁 转眼就有轰轰之声惊天起 那阵法更是急速旋转 形成了一股漩涡 轰的一声巨响 消散在了大地心上 亡灵身影 随之无踪 老朱雀坐在湖边 睁开双眼 默默地望着亡灵消失之处 许久之后 轻声道 一代老祖 你始终觉得 他不是我朱雀一族之人 即便是他通过了试炼 但弟子相信 他是的 我没有听从您的吩咐 擅自传授了他朱雀最强之术 因为这本就是他应该在试炼结束后获得的 今天耳根要爆发 现在已经是三根了 还有几根 你们说 耳根摸着良心 我没有半个字的底稿 爆发 全部都是当天拼出 月票榜这个月难 难 难 更是掉下了前三 我的豪言壮志 或许大家看来 也只是一个笑话 或许还会有人讽刺 但我不怕 我更不敢 我会写到晚上十二点 我能写多少 就写多少 要我几根 在这摆蒙之日 你们说出来 感谢包包爱吃人 也开分身来 爱吃糖的修罗 令下花线 万八九 快乐在完美世界 舞蹈歌 五福泰登 盘鼓四百四十一 盘鼓七百九十九 哈哈一笑九百零一 哈哈一笑九百零二 哈哈一笑九百零三 哈哈一笑九百零四 哈哈一笑九百零五 老夫刘金彪 舞哀一落 幸福同学 支持仙逆 不遗余力 荣登盟主之位 领先王林一步 成为第三步大能 尔根再次鞠躬致意 仙逆百盟 四月闪耀 三步大能 合力踏天 特别感谢盘鼓盟主 分身无数 叫王林目瞪口呆 本章完 第一千三百八十四章 云海之巅 锦中捞月 第四根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火雀族圣地内 刘金彪被无数支线缠绕 凄厉的声音回荡 那许丽国更是吓破了心神 急急召唤王林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没有阻止许丽国的行动 而是说出了三个字 有意思 就在其这三字 出口的刹那 许丽国所化的剑之风暴内 轰鸣惊天而起 仿若有一股力量 从虚无内浩荡而来 借着许丽国所在之处为定位 从茫茫的星海内 找到了其所在之处 生生地将那风暴撕开 风暴轰鸣之下 其内深处 仿若有两只无形大手 从虚无穿透 如撕开铁板一般 向着两旁狠狠地一扯 轰隆隆地声响 骤然就回荡天地 却见那风暴 从中间一分为二 崩溃开来 在那崩溃中 一道巨大的裂缝 出现在了此地天空 裂缝雷光闪烁 更有火焰滔天 王林的身影 从其内 一步走出 一头白发 一身白衣 王林双目隐藏了残虐之色 走出的瞬间 一眼 向着那七彩火焰 那盘息的身影看去 掌尊 那七彩火焰熊熊燃烧 其内身影似睁开双眼 露出两道沧桑的目光 落在了王林身上 我记得 你叫做王林 模糊的声音 在这天地起伏不断 正是 王林不再隐瞒身份 神色更为暴虐 开口之时 其右手一挥 顿时就有雷徒 与九色火焰幻化而出 直奔许立国 一卷之下 许立国顿时就回到了 王林储物空间内 那雷徒轰鸣下 带着九色火焰 更是临近了刘金彪 弥漫之中 化作一只闪烁 雷霆与火焰的大手 抓住刘金彪 猛的一拽 却是把刘金彪 从那无数触手内挣脱 送入储物空间 他这番行为 那七彩火焰内的虚影 没有阻止 很好 本尊在你身上 看到了清灵 清水 还有那司马末的感觉 你明知本尊在这里 还敢来此 想必是那一代老朱雀 给了你胆量 又或许 你觉得本尊重伤之下 这些年来始终没有恢复 让你起了窥伺之心 正是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暴虐之色更浓 整个人向前一步迈出 直奔其七彩火焰而去 其左幕九色火焰暴增 轰然就直接从幕内闪烁而出 化作一片九色虚幻之火 形成一股风暴 直接轰击 右幕雷光一闪 雷图再现 九色伴随之雷环绕 化作九条太古雷龙 更是在那雷图内 隐隐出现一道裂缝 这裂缝 通往太古雷剑 左手掐绝 前行中一指天地 却是此剑内 顿时就有草木之香骤然弥漫 星空中幻化出无数森林 轰然间 那万古木林 凭空坐起 低吼下 扑向七彩火焰 更有雪光滔天 化作呼啸 随着亡灵一指 雪剑 急速冲去 甚至在亡灵的双手掐绝之下 其全身修为轰然爆发 弥漫四周 形成一股冲击 轰轰临近 这一切 都是电光火事间发生 快得不可思议 转眼下 亡灵就展开了几乎全部的神通法宝 向着那七彩火焰 展开了攻击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长笑 其笑声透出苍凉 你判断的没错 本尊的确重伤未愈 但你送来天逆 却是让点了本尊痊愈的希望 那身影抬起右手 其右手看不清仔细 但却可以模糊地看到 其上有铠甲 本尊修到至今 太多人恨我入骨 但最终 却没有人可以亡我 你虽优秀 但还没有资格 本尊指出一数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抬起钟 向着天空一抓 天地此见 可看成一景 此言一出 整个星空轰然一震 下方出现了一片波纹连衣 一股水气弥漫 却是这星空 转眼之中 就被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扩散 化作了水面 若从至高之处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水面 赫然就是一口井 井中有万物 你这一切神通 一切法宝 即便是你的身体 也在这井内存在 成为水面的星空 在阵阵波纹之下平静下来 在其平静的瞬间 却是将其上方的一切存在 均都倒映而出 那水面 映出了亡灵的火焰风暴 映出了它的不灭雷途 映出了万古墓灵 更有那在正中间 身影夺目的亡灵之身 这诡异的一幕 若是有外人看到 定然会心神震撼 那水面倒映出了一切 唯独没有七彩火焰 乍一看 几乎分不清 到底水上是针 还是水下为石 更是在这一刹那 亡灵的身子 顿时就停滞在了半空 不仅是它的身子停顿 就连那所有的法宝 也全部都停顿下来 仿若奇魂 被那水面射去 亡灵清晰地感受到 那星空化作的水面 内存在的身影 仿若就是自己 那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但却极为真实 本尊这一世神通 便是 井中捞月 井中本无月 即便是出现了 也是倒映天空之月 但在那七彩火焰 内身影的话语中 却是变成了一股 惊天动地的大神通之术 井中捞月 在这话语出口的刹那 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其右手放下 隔空向着下方的水面 随意地一捞 那水面顿时就有波纹回荡 但见其内倒映的亡灵身影 赫然就在那手臂一捞之下 凭空地被捞起 捞起的 不是水 而是一个正在挣扎的亡灵 只不过这个亡灵 其双眼内 充满了暴虑之色 亡灵心神一宁 老夫看那井中的月色很美 也想要拥有一个 现在 我拥有了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捞回中 被其抓住的那个亡灵 死死地握在了其掌心之内 他 就是你 七彩火焰轰然燃烧 向着四周弥漫 露出了其内 那模糊的身影 更是露出了其清晰的相望 一个面色苍白 但目中平静如水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很是英俊 更有先锋道骨 他没有去看亡灵 而是平静地望着 被右手虚空 所抓紧中亡灵 你看 杀你 其实很容易 这中年男子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的铠甲 这铠甲样子极为古怪 好似长在了 其身上一样 与肉身不分彼此 井中捞月 捞出的 是魂 看来 你真的受伤很重 王灵缓缓开口 其话语说出的瞬间 他神色没有了之前的半点暴虐 而是一片平静 那正抓着从水面捞起的王灵的中年男子 却是眼中立刻就有一芒一闪 在他这井中捞月之树下 一切被倒映之人 将会失去全部肉身之力 绝不可能开口说话 但王灵的话语 却是清晰地传入其耳中 就在王灵话语说出的同时 他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右手抬起翻手一挥 却是一片朱雀之语 骤然就出现在了其手中 一挥之下 那羽毛立刻就散发出惊天火焰 这火焰横扫 直接就笼罩了此界天空 一眼看去 天空成为了火海 轰轰之声疯狂地回荡起来 使得这天空的火海 骤然如愤怒一般 剧烈地燃烧 那中年男子 右手狠狠地一捏 被其抓着的王灵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却是全身轰然崩溃 彻底死亡 王灵身子一颤 面色顿时苍白 但其身子 却是没有半点停顿 右手抬起一指天空 按照一代老朱雀传出的口诀 迪鹤道 吾六代朱雀 以则流雀语 唤我朱雀一族援灵 从那古老的太古界内 降临 天地轰鸣 在亡灵话语出口的瞬间 那中年男子猛地站起身 目光一闪 冷漠之音传出 本尊的确小看了你 你居然在来此之前 就准备到了如此程度 以一缕魔魂代替本身 好 好 王灵一语不发 他来此之前 与天蕴子之魂融合 展开了疯狂的推演 如当年与水稻子一战前般 他隐隐看到了一丝模糊的迹象 这模糊的迹象 是一场生死危机 这危机 与魂有关 王灵一生险阻 凭的就是机敏与谨慎 他既然敢算计重伤的长尊 便自然要准备完全 甚至连退路 他都已经准备了很多 为了以防万一 他索性 将那古魔魂抹去神智 将其与自身魂魄替换 让其成为他本尊之魂 那井中捞月之术 极为霸道 威力更是惊天一般 但其所捞取的 却是那古魔魂 而非亡灵之魂 以魔魂代替本魂 也唯有亡灵 这古神才可以做到 若是换了别人 断然做不到这点 就算是修为高出亡灵 在这井中捞月神通下 也要崩溃 岂会被人察觉 但古魔 古神本是同源 如此一来 就可完美替换 另外 也是那长尊重伤未愈 更是小看了亡灵 否则的话 亡灵也不会成功 但即便是失败 亡灵也已然想好了退路 断然不会鲁莽的就来这里 继续写第五根 耳根从不以月票换更新 我以更新换月票 拼下去 看看十二点前 我能写多少 还有三个小时 如果这三个小时 我只写出了一张 我一票不要 拼了 本章完 第1385章 云海之巅 散开灭世 第五根 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此刻抓着这亡灵创造出的机会 在那七彩火焰内 男子法术失败的瞬间 亡灵毫不犹豫地 拿出了一代朱雀所赐 杀三代孽雀的至宝雀雨 漫天火海之中 在亡灵那幻朱雀圆灵话语出现的刹那 天空的火焰沸腾爆发而起 滚滚火海急速云涌 更是在奇正中间 也就是亡灵的上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火焰漩涡刚一出现 就仿若化作了黑洞一般 四开起了通往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 在那漩涡黑洞出现的瞬息 一声朱雀之音 轰然间就从其内咆哮而出 这朱雀之音 惊天一般 再出现的刹那 亡灵立刻就有一阵心惊肉跳之感 其身体外四次觉醒的朱雀 更是幻化而出 眼中露出敬畏之色 似乎亡灵的本命朱雀 对于这声音 存在了一股本能的恐惧 那七彩火焰内的中年男子 其身后的七彩朱雀 仰天发出丝鸣 其眼中赫然同样露出恐惧 竟然不敢升空飞起 这一幕太过突然 那中年男子 眼中瞳孔收缩 老家伙竟然把此物送你来杀我 在那今天的朱雀之音中 天空火海漩涡内 一股极为可怕的威压 轰然宣泄 降临在了天地之中 那威压散出 使得此地温度骤然攀升 仿若成为了炎界一般 更是在这威压下 天目火海内 出现了一幕让亡灵此生无法忘记的骇然画面 一个巨大的朱雀会 从那漩涡内轰轰地降临下来 仅仅是一个会 就占据了大半的天空 威压更是在这一刹那 再次无数倍的暴增起来 朱雀元灵 那一根羽毛 是一代朱雀至宝 它也只有这一个而已 此物召唤出的 是那存在于一代朱雀家乡 真正的一尊朱雀 这不是朱雀一族修士 所修本命朱雀 而是活生生的 那朱雀会轰然中 从漩涡内沉下 引动了天目所有火海 在其降临中 天空的火海成为了突行 那最下方的 就是这巨大的朱雀会 随着其下沉 火焰涌动 其速更是快地无法想象 下沉之中 直奔七彩火焰内的中年男子 狠狠地灼去 在这一过程中 整个天空 化作那朱雀元灵巨大的头颅 这朱雀神采惊人 其双目更是露出疯狂的怒火 那神色 亡灵一眼看去 顿时就认出 竟然与一代老朱雀极为相似 天地轰鸣不断 那占据了天地的巨大朱雀会 以极快的速度 转眼就降临在了七彩火焰百丈之内 这一幕 堪比古神一指 但其声势 却是超出太多 若去比喻 唯有那八星以上成年古神 亲自施展神通 方可对抗 七彩火焰内 那中年男子 发出怒吼咆哮 双手一挥 顿时身体外的七彩火焰 轰然冲天起 赫然就同样地化作了一条朱雀 直奔来临的朱雀会而去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七彩朱雀 刚一碰到 占据天地如天塌一般降临的朱雀会 便发出凄厉的惨叫 轰然崩溃 那中年男子 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猙獰中 双手掐绝 猛地一甩 口中低喝 地 水 火 风 其话语震动八方 地字一触 其脚下立刻就出现了一片无边大地 水字一起 大地之上 骤起滔滔之海 火字出口 那海水燃烧 其上弥漫了七色火焰 熊熊冲天 最后一个风字传出 却是狂风咆哮 在那火焰上横扫 四大皆空 中年男子神色猙獰 双手向着猛地一推 却是那风起轰轰 直奔朱雀会 在那风后 火焰熊熊 再奔朱雀会 还有那火后 海水滔滔 紧随火焰 最终则是那大地 穿透了中年男子身体 向着上空如同补天之石 直接风去 这一幕幕落在亡灵眼中 使得他心神震动 无论是那朱雀会 还是眼前这个中年男子 眼下发挥出的修为 绝非水稻子 丝莫子一流可比 那是一股极为强悍的修为 尤其是这四大皆空之术 若是与那朱雀会碰撞 其爆发出的冲击 足以将这火雀族 圣地崩溃 就算是亡灵 怕是也无法存活 除非他可以展开 同样的大神通之术 以此对抗 冲散那股马上就要爆发出来的 蔑氏冲击 亦或者 他现在就选择 借之前准备的后路 离开界外 回到界内 但眼下的机会 却是重伤 亦或者杀死长尊的最好良机 若错过 想要再等这样的机会 却似几乎没有可能 亡灵一生险中求生 岂能放过这等机会 他要在这界外 既毁灭了闪雷族后 干出一件惊天动地 震惊整个太古的绝天大事 沙掌尊 好狠的一代朱雀 亡灵眼中露出寒光 那一代朱雀 存活了太久太久 其心机之身 亡灵自然无法相比 此刻 虽说明误了其全部计划 但比之 还是差了一步 二代老祖突然传往那 朱雀一族最强之术 显然是看透了这些 以此帮我 亡灵不假思索 双手骤然抬起 迅速掐绝 第一戏 那中年男子 风灵雀惠 轰鸣在这天地内 轰隆隆地回荡 风崩 那朱雀惠一阵 火焰传出无数轰隆巨响 一股冲击 向着四面八方浩荡而去 亡灵第一组硬绝 直接打出 在其身前 天地色变 一根巨大的火骨 凭空出现 第二戏 七彩火焰汹汹而起 直接就与那朱雀惠再次碰撞 天地轰轰 那朱雀惠猛的一颤 七彩火焰 轰然崩溃 第二波冲击 横扫天地 亡灵第二组硬绝 骤然而出 在其身前那巨大的火骨上 出现了散枝 第三溪 第四溪瞬间而过 海水滔滔 拍向那降临的朱雀惠 轰然一声 海水化作无尽水器 向着四面八方倒卷 那朱雀惠前端崩溃 朱雀发出一声利笑 张口喷出了一缕其腹中之气 这气息轰轰而去 直奔那最后的补天大地 轰鸣在这刹那间 以从未有过的剧烈之响 在这火雀族的圣地爆发出来 形成了绝天地之音 长尊的咆哮伴随其内 却见那朱雀会轰的一声崩溃 在其崩溃的刹那 第三波冲击向着四周扩散 无数撕裂的缝隙 在这星空内一一出现 一道道狂暴的气息 更是弥漫星空 这火雀族的圣地 在这一波波的冲击下 开始了崩溃 那被朱雀园林吐出的气息 落在了扑面而来的大地上 使得大地顿时就有 无数裂缝咔咔出现 眼看着大地就要随之瓦解 长尊喷出一口鲜血 化作红雾 直接推动着大地 向着天空轰轰而去 那大地被红雾浸透 立刻不再瓦解 而是带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气势 补天而去 轰鸣惊天动地 却见那弥漫了 无数裂缝的磅礴大地 直接就轰上了天空 把那天幕中的火海 瞬息盖住 更是把朱雀园林出现的 巨大漩涡 补上 星空颤抖 那一波波冲击横扫 星空撕裂 一切的一切 都在瞬息间疯狂地瓦解 长尊喷出鲜血 面色更为苍白 他猛地转身 猙獰地盯着王林 脚步抬起一步迈去 王林背着冲击入体 嘴角一出鲜血 但双手却是速度更快 死死地挣扎 不断地打出一个个硬绝 在他的四周 已然有了一百多万硬绝 疯狂地出现 那来临的长尊 看到这一幕 面色轰然大变 该死的 那老家伙 竟然传你此事 他不假思索 脉步中直奔王林 但就在其来临的瞬间 那被王林放出的万古木林 却是轰然出现在王林身前 向着来临的长尊抱去 长尊神色争宁 右手抬起向前狠狠的一挥 一股无尽之力浩荡而起 化作一个巨大的掌印 如同是太阳一般 直奔那万古木林落去 轰轰之声崛起 万古木林身子一颤 却是身体上 顿时就被那掌印穿透 直奔王林 而此刻 第九夕来临 王林的右手 打出了最后一道印记 其双手血肉模糊 打出这印记后 几乎无法移动 近两百万印记在王林身体外 在全部完成的瞬间 立刻化作一股火焰风暴 滔天而起 与那火骨散架融合 形成了一张尚未张开 巨大的坟界骨散 坟界骨散 王林双眼通红 在那掌印来临的刹那 把这朱雀一族的最强之术 施展了出来 此术他尽管刚刚学会 但他本就是朱雀 更修行静置 练就了以极快速度 打出印记的神通 故而才可施展开来 只不过毕竟名物不多 此刻施展 威力也就略有逊色 但这种大神通 即便是威力逊色了 也是足以惊天 一口鲜血喷出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体内生机疯狂地流逝 被那鼓伞吸收 化作了一股撑伞之力 散开蔑视 王林仰天低吼 双手猛地一甩 亢奋是最好的药 压力是奇迹的动力 三个小时 我逼自己必须写完 我爆发了全部的激情 这是第五个 今天 还有第六个 如果十二点前 我写不完 没有如果 我一定能写完 请给我月票 本章完 第1386章 云海之电 这一天 到了 第六个 求月票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火焰风暴停止在半空 与火鼓伞架融合 形成了一张焚饰鼓伞 王林的那口鲜血 落在了上面 更有磅礴的生机 疯狂地涌入 使得这巨大的伞 发出了阵阵 轰轰之声 在那声息下 这正处于崩溃中的 火雀族圣地 顿时就弥漫在了一片 无法形容的炙热之内 就连那临近的掌印 也被这热浪一冲 略有一顿 那掌尊 更是面色大变 就在这时 王林的那一声低吼 惊天地而起 轰然间 那鼓伞 缓缓地打开 随着其打开 一股灭世之火 从伞内骤然宣泄而出 这火焰没有颜色 甚至它已然不能 称之为火焰 而是一股气 一股无形的火气 那伞渐渐撑起 打开了约翼城之时 掌印临近 这火气轰轰出现 转眼就与那掌印 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下 那掌印立刻崩溃 火气没有丝毫停顿 向着四面八方 缓慢地扩散 凡是被其覆盖之处 统统毁灭 成为虚无 灭世 这就是灭世之力 这星空内因方才 朱雀元灵出现 与掌尊神通碰撞 而掀起的 毁灭一切生灵的 无尽冲击 此刻在肆虐中 与这火气碰到一起 轰然间 这些冲击崩溃 没火气坟面 坟是鼓散 掌尊面色苍白 他本就重伤 今日仙境中捞月失算 后又被那朱雀元灵重创 封印元灵后 又看到了亡灵施展了 这极为可怕的坟是鼓散 此刻的他 已然是伤上加伤 其神色露出猙獰 掌尊双手掐绝 放在两肩之上 眼中露出疯狂之色 低吼下 猛地向外一扯 剧痛袭来 他却是将其身上 已然与肉身 融合在一起的铠甲 生生地从身上 撕了下来 一甩之下 这铠甲化作一片灰芒 出现在了天地之中 赫然间 就化作了一只 巨大无比的手掌 坟戒骨散 岂能这么容易撑起 老夫这得自尸尊的铠甲 乃太古之宝 尚未完全开启的骨伞 足以对抗 掌丫乾坤 掌尊低吼中 其铠甲所化巨大的手掌 直奔亡灵轰击而去 其速太快 大小更是几乎遮天 与那猪雀会堪堪一比 此刻横扫而来 仿若是星空倒卷 直接就与那从骨伞内 宣泄而出的火气碰撞 轰鸣疯狂地骤起 在那轰隆隆的巨响中 火气竟生生地被这手掌穿透 那手掌也在急速地消散 直奔火气内 那正在开启的骨伞 轰击而来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快得不可思议 那手掌在不断地消散后 瞬息临近了骨伞外 大小缩减了一半 砰的一声 就落在了骨伞之上 坟戒骨伞 给本尊破 轰的一声 那骨伞猛的一阵 亡灵喷出鲜血 体内生机骤然紊乱 他毕竟修为不够 无法发挥这骨伞的真正之力 能打开两成 使得掌尊一掌消散一半 已然是极限 鲜血喷出 亡灵身子倒卷 直接后退 没有其生机涌入 那骨伞缓缓消散 他的散 不是那手掌所致 但就在其将要彻底地消散的瞬间 亡灵后退中神色猙獰 眼中透出疯狂 低吼道 爆 那就要散去的骨伞 漠然一阵 在亡灵话语出口的刹那 轰的一声爆开 一股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其内 骤然扩散 整个火雀族圣地 彻底崩溃 那追击亡灵 由铠甲所化的灰色掌印 立刻被卷中 崩溃了 火雀族圣地那大门外 正在盘膝打坐的火雀老祖 猛地睁开双眼 露出诧异之色 回头向着那模糊之门看去 但就在他回头的瞬间 那门 轰然崩溃 无数碎片随着冲击而出 直奔火雀族老祖 这一幕太过突然 火雀族老祖 根本就没有半点察觉 直接就被那碎片落在身上 他喷出鲜血 身子急急后退 眼中露出震惊与骇然 还有无法置信之色 在那崩溃的门中 亡灵身影一闪而出 急急后退 在他身后 那圣地的崩溃越加疯狂 化作一股无尽的毁灭之力 从这入口出 轰然宣泄出来 掌尊的低吼 更在其内传出 其身影一闪之下 在那宣泄的毁灭之力内 直奔王灵追去 以他的修为 尽管此刻重伤 但追击王灵 还是可以做到 更是在冲出中 掌尊右手抬起 向前狠狠地一拍而去 又是一个巨大的掌印 轰轰间就已然追上了王灵 眼看就要将其毁灭 危机之时 王灵后退中面色苍白 鲜血一出 双手掐绝一挥 却是身体外直接就出现了 那呼风唤雨戒 此戒一出 顿时就与那掌印碰撞 轰的一声 呼风唤雨戒崩溃 王灵喷出鲜血 身体骤然就有白光闪烁 更是从这离开圣地大门后 出现在的修真心地心内 闪烁出无尽光芒 直接就凝聚在王灵身体外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影 蓝梦道尊神通 光影盾 这光影盾刚一出现 立刻就被掌印落在旗上 光影盾剧烈地闪烁 疯狂地折射 但最终 只坚持了瞬息 就轰得一下 崩溃 无数光影碎片卷动 王灵面色极为苍白 再次喷出鲜血 眼看那掌印就来落在身上 王灵低吼中 眉心骨神星点 骤然幻化 旋转中 从第一颗心内 天皇炉 轰然而出 这天皇炉出现在王灵身外 形成了一道防护 与那来临的掌印 骤然碰到了一起 翁明大阵 王灵身子登登登退后 肉身刹那就有多处伤口 鲜血弥漫 那天皇炉在这掌印之下 并未崩溃 但却被那掌印之力轰击 竟然无法成形 生生地打入到王灵眉心之中 本尊看你如何抵抗 如何逃脱 掌尊在后追来 眼中露出杀机 眼看那掌印距离王灵不足七尺 其上散出的威压 更是令王灵心神俱阵 其原神隐隐 竟然要被逼出体内一半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 王灵猛地抬起右手 放在了身前 其右臂上 顿时就有古神气息浩荡而出 却是化作了一个护臂 古神之谷 祭炼而出的古神法器 在这古神护臂出现的刹那 掌印落在了上面 轰轰轰轰 王灵连续喷出七口鲜血 这修真心 无法承受这一次次的冲击 直接崩溃 整个修真心 四分五裂 地表出现大量裂缝 如同一个水球被打散 轰然间 瓦解了 王灵的身子向后抛去 碰到了崩溃的地心 轰然将其穿透 后退无尽 穿透了这崩溃的修真心 出现在了太古星辰的星空之中 身子疯狂地后退 其肉身几乎要崩溃 元神更是萎靡下来 好在其肉身是古神 否则的话 仅仅是这冲击之力 就足以让其死亡 虽说如此 但他 却是直接地挡住了掌尊一击 还不死 那追来的掌尊一步迈去 踏在了星空中 右手抬起 再次向前一拍 赫然中 有一个掌印轰然而出 以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威压 直奔王灵 王灵神色猙獰 左手抬起 猛地按在了右手护臂之上 口中低贺 八星古神 宝命之术 古之庇佑 王灵体内的古神之力 以极快的速度 全部涌向护臂 在其话语落下的瞬间 星空出现无数扭曲 一股浩荡的古神气息 突然就展现在了星空之中 远远看去 只见在王灵身前 一尊堪比修真心大小的古神 浩然间 出现 这古神通体虚幻 透出无尽沧桑 在其身上 还有诸多的伤痕 显然曾经身经百战 他背部冲着追来的掌尊 与那掌印 双臂环绕 把王灵抱在了怀里 如同保护孩童一般 以其身体 将王灵保护 更是从他身上 传出阵阵 让王灵温暖的感觉 仿若处于父母的怀抱一般 在其怀里 哪怕是天崩地裂 父母都会将其保护 说时时内事快 就在这古神出现的刹那 掌尊的掌印 轰然而来 直接就落在了 这古神的背部 轰轰之声 在这星空内疯狂地传开 那古神一动未动 掌印在其内部崩溃 仿若这点打击 对其来说 根本就是如银文撞击 这突然的一幕 就算是掌尊 也是双眼一凝 正要施展神通 但就在这时 那古神 动啊 古之庇佑 给幼年古神的保命神通 绝不仅仅只是防御 那庞大的古神 在掌尊双目收缩的刹那 猛地转身 其右手更是握拳 仿若在回首的那一拳斑 在转身的刹那 一拳直奔掌尊轰击而去 其眉心 清晰地显露出 八个旋转低心点 轰的一声 根本就不给掌尊闪躲的机会 古神的这一拳 就如同一颗庞大的流星陨石 直接就落在了掌尊身上 掌尊面色惨白 喷出鲜血 彻彻底底的重伤 身子倒卷 传出一声淒厉的闷哼 这一拳 更是将他本就在朱雀慧 坟借鼓伞下全力压制 数万年调养伤势 再也无法压住 疯狂地爆发出来 一拳之后 那古神身影消散 重新成为了护臂 融入亡灵右臂内 消失不见 亡灵眼中寒光一闪 他本应该此刻毫不犹豫逃遁 但他却右手一挥 雪光闪烁下 之前离开圣地前 被收走的所有法宝中 那雪剑轰然飞出 直奔远处倒退的掌尊而去 轰的一声 那掌尊不知拿出了什么法宝 却是在雪剑临近的刹那 将其阻挡 雪剑倒卷 亡灵内心暗叹 他伤势太重 全凭一口气 若是气散 怕是立刻就会倒下 此刻不假思索抓着雪剑 直奔前方迈步而去 急急逃顿 但就在亡灵准备 缩地成寸逃走的瞬息 掌尊虚弱的声音 在这星空内回荡 这声音 这话语落在亡灵耳中 却是让他的身子 轰然一阵 猛地停了下来 亡灵 亡灵 你胆大欣喜 狠毒果断 狡猾至极 你可愿成为老夫之事 只要你同意 我可以让你妻子复活 不是魂醒 而是真正的复活 亡灵脑中嗡嗡 整个人如雷尸 待在那里 双眼露出疯狂 死死地盯着远处那 扶着胸口的中年男子 如果那一日 我换成了司马墨 其妹妹换做了碗 该如何选择 或许 会有那一天 这一天 到了 六个 做到了 我要月票 建议出窍 不然写 数日不收 本章完 第1387章 云海之巅 秦宇恩 第一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老夫绝非欺诈于你 早在一千二百年前 老夫就听闻过你的名字 更是知晓你修道一生 所谓只是让你妻子复活 长尊的声音 带着虚弱 缓缓地飘荡在星空 但落入亡灵心神 却是字字如重锤 只是 这如锤的轰鸣 却是化作了一片轩然巨浪 在亡灵脑中疯狂肆虐 使得他把长尊所有的声音 都模糊起来 唯独那最后四个字 如雷霆闪电撕开他的肉身 冲入魂中 妻子复活 老夫更知晓 你为了让妻子复活 拜求了诸多之秀 但最终 却没有人可以做到这点 老夫这番话语 你心中定然有所不幸 想必是认为老夫重伤 岂能有能力做到此事 此事的确极为艰难 就算是老夫没有重伤前 也决然做不到 让你妻子复活 但 老夫师尊 是与远古先尊齐名之辈 他老人家就算是在太古 也是声名赫赫 老夫去求师尊 寻生灵剑 图万诏之人 娶他们之魂 化作长生意 不但你妻子能复活 就连你那独子 也一样能复活 亡灵整个人愣在那里 心神轰轰 半想说不出话来 他体内伤势本就极重 全凭一口气 此刻气泻 身子一颤下 喷出鲜血 只要你同意 成为老夫之使 一切 老夫都可以帮你做到 掌尊的声音 依旧虚弱 但却有一股魔力 轰然地弥漫在了亡灵身上 亡灵眼中露出挣扎 这种挣扎 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剧烈 无论是当年的兰梦道尊的提议 亦或者是一代朱雀的话语 都远远无法与此刻相比较 更没有如掌尊一般 直接地就震入亡灵心中最脆弱的逆灵之上 落在了他的道心之中 堪比一击井中捞月 捞出了亡灵的晚魂 为了让李牧婉复活 亡灵可以做到一切 拼了一切 在没有希望之时 他渴求希望 眼下有了希望 哪怕这希望只有一丝 但却如万君一般 生生地压在了亡灵身上 让他神色挣扎 如怒浪滔天 成为老夫之事 你将是 超越了丝墨子的存在 超越了清水与清灵 你将是本尊最有潜力的死士之点 你若同意 老夫便赐你道号 灵伤子 你一生 不就是要让妻儿复活吗 老夫世尊能做到 甚至你若不幸 我可让师尊先复活你妻子后 你夫妻重聚 再答应也不迟 王灵面苍如灰 神色中挣扎 已然到了至极 他脑海中有一个声音 正在疯狂地嘶吼 咆哮呐喊 震动全身 答应他 成为长尊之士 婉儿就可复活 王灵 你一生修道 不是只为他一人吗 答应他 一千五百多年的离别 就可重逢 还有王灵也可以复活 到时候 你们一家人团聚 这不是你此生最大的奢求梦想吗 答应他 不就是成为长尊之奴是吗 不就是要听从长尊一切命令吗 你个人的一切自由 与我儿的性命比较 哪个重要 答应他 成为第二个私墨子 成为长尊之奴 叛离界内 与司徒男 与清水 与你界内一切道有一刀两断 从此之后成为对比 这声音越来越大 最终化作惊天动地的咆哮 在王灵脑海疯狂起来 他面色苍白 身子下意识地后退竖步 眼中瞬息就被血丝弥漫 身子颤抖 心神更是几乎要崩溃 挣扎 选择 化作了洪水 要将它彻底地淹没 若有一日 长尊让我杀司徒 我该怎么做 若有一日 长尊让我焚清水 我又该如何 若有一日 长尊让我杀回界内 我有何面目 去面对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周易 周如 大头 一切一切 若有一日 长尊让我哈二代朱雀 我能不能下得了手 王灵脸上露出惨笑 嘴角溢出触目惊心的鲜血 他的心 仿若化作了两半 正在被强行撕开 那种痛苦 一切言辞 都无法形容半点 瓦儿 是他的一切 是他的逆灵 他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他 为了瓦儿 王灵可以放弃很多很多 为了让瓦儿复活 他当年可以放弃生机 眼下 他更是可以活出性命 只是 有些事情 却是比他的性命 还要重要 只是 人之一生 除了情之外 还有一些让他割舍不断的恩 从此之后 炼魂宗 就交给你了 朱雀欣赏 炼魂宗死去的顿天老祖 带着慈祥的微笑 把炼魂宗至宝魂帆 放在他的手中 把炼魂宗的香火传承 放在了他的肩上 含笑闭目 司徒男 放弃了拿走天逆的可能 伴随王灵数百年 从其幼年开始教导修道 亦师 亦父 亦兄 亦友 若无司徒 岂有他王灵 对于司徒 王灵当年曾说出一句话 这句话 就是他心中对司徒的全部感恩之意 我王灵一生 不贵天地 只敬司徒 周易 一生为情痴 法术的先义 也遮盖 不知那千年的痴迷 更是送了王灵一场 闻道者 招生息死的造化 免去了王灵此生大劫 周易痴迷青霜 若王灵选择了 注定日后会有悲战 我周易此生 只想做一件事件 伴着青霜 走完岁月 清水师兄 面冷心热 一旦认定王灵为其师尊 白凡隔代传人 豁出一切 也要让任何人都 不得伤王灵半点毫发 不惜与人一战 他既是本君师弟 那便不允许别人伤他 你伤他一旨 本君便要你一命 清水之风 当年杀死妻子的悲愤 显然正是来自界外之谋 一旦他知晓 他欲保护的师弟 竟然成为了那 让他疯癫之源的走狗 奴侍 他的痛 又会几何 还有那五代朱雀 明明已经游进登窟 但依然还是为王灵疗伤 甚至把朱雀圣宗交付其手 那慈祥的目光 如永恒一样 在王灵的心中长鸣 老夫鲁云一生 全部奉给了朱雀圣宗 即便眼下归须 也可含笑而去 你很好 很优秀 朱雀圣宗 帮我 照顾下去 五代老圣皇的风骨 是让王灵敬重 在恩与敬重 他无法去面对那死去的慈祥老人 愤怒 失望 无法凝目的注视 二代朱雀 短暂的几日接触 爽朗的笑声 欣慰的神色 赞赏的目光 毫不掩饰对王灵的慈爱 吊龙送血 试炼危机多次遇救 更是在天方香内 不惜贺问一代 送他阎龙操控之法 送他古魂进龟甲 更是在临走前 显然是 违背了一代朱雀之意 不知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 传授了王灵朱雀一族最强之术 坟戒鼓散 小家伙 莫要忘记 下次相见之时 要把老夫的期待朱雀选好 一定要选定力 足够的娃娃 你这孩子看起来冷冰冰的 没想到也曾淘气过 可惜 可惜啊 那双修有什么好的 老夫实在无法理解 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 这一切 王灵怎能一个选择 便全部割舍 斯莫子的记忆 那一幕幕画面 更是在王灵心神弥漫 他看到了斯莫子的人生之时 就仿若看到了自己的追忆 如今的斯莫子 就是日后的王灵 斯莫子为了妹妹的重生 放弃了破天宗 放弃了戒内 放弃了其一切师兄师弟 就连他自己的灵魂 他都放弃了 成为长尊之奴 成为其走狗 为其厮杀 长尊一旨过去 即便是当年的师尊 斯莫子也会流着眼泪 抬起屠刀 如果没有看到斯莫子的记忆 或许王灵的选择 将会更为艰难 如果没有经历蓝梦道尊的提议 没有经历一代朱雀的话语 或许王灵直至现在 也都做不出一个人生中 最大的选择 一个痛苦 但必须要决断的择路 在看到斯莫子的记忆后 王灵曾自问 若自己有了这一天 会如何选择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一天 会如此快的到来 这一天 如同一节 好在这一节 斯莫子的记忆 给了王灵一个如己身的道路 我不想成为斯莫子 王灵低声喃喃 眼中的挣扎 渐渐被痛苦取代 只是这痛苦 却是透出了坚定 我不想成为你之奴士 我不想因为我的选择 背弃了他们的恩德 情 是我无法割舍的痛 是我一生修道 所谓的一切 只是 我这一生 并不仅仅只有情 如斯莫子一样 为亲情舍弃一切 为一人受良心 及千夫所指 我王灵敬佩 但我害怕选择 害怕面对所有 对我有恩之人 就算气而苏醒 我们 也将成为傀儡 我不会去选择 或许 你之师尊 真的可以让我妻儿苏醒 但他能做到 我王灵 也可以 我王灵的妻儿 我要自己去复活 王灵抬起头 看了远处愣在那里的长尊 转身 向着无尽星空 化作一道长虹 带着悲哀的气息 远远地离去了 没有人看到 两行晶莹的泪水 从王灵的眼角流下 洒落在了这茫茫星海中 不见踪影 娃儿 平儿 你们会怪我吗 昨日曾言 剑出鞘 不染血 数日不收 剑已亮 染血 还没饮够 还不够热 求月票 本章完 第1388章 云海之巅 他 是不是长尊 第二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冥冥之中 似有骨说不清的力量 使得王灵 在无法形容的挣扎之后 也选择 也没有选择 化作长虹离去 若没有蓝梦道尊 让王灵经历第一次的选择 若没有一代朱雀 让王灵承受了第二次的考验 使得他的道心 使得他的信念 慢慢地达到了一种 身为一代宗师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 若没有进入司墨子的记忆内 看到了与自己极为相似 但选择的道路 却是截然不同的那一幅幅画面 或许 王灵真的会选择留下 成为长尊之奴 长尊的话语 点在了王灵的死穴之上 即便是离开了火雀族范围 即便是身后火雀族 被圣地崩溃的冲击弥漫 一股火焰气浪成环形 向着四面八方轰轰而去 连续毁灭了近一半的火雀族部落 那火光在王灵背后滔天而起 轰鸣隐隐闷闷地传来 震动星空 只是王灵的茫然 却是没有被唤醒半点 他的心四倍撕裂 痛惜全身 不知过去了多久 王灵眼中的迷茫 渐渐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暗淡 体内的伤势 也到了必须要疗伤的地步 否则的话 修为将会不可逆转地倒退 修道到了他这样的程度 寻常伤势并不碍事 可一旦重伤 那伤势的严重 就已然惊人一般 稍有不慎 就会跌落修为 好在他身为骨神 肉身在恢复之力上 极为强悍 这也正是王灵与其他修士最明显的区别 同样的伤势 或许别人需要百年才可恢复 但对他来说 时间会大范围地缩短 娃儿 相信我 我会亲手让你苏醒 到时候 我们与平儿一起 一家人居住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山村 默默地度过一生 我还要娇平儿木雕 把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呢 王灵喃喃 他忽然很想家 很想见内的星空 这太古星辰虽大 可却没有带给他归属的感觉 在这里 茫茫的星海中 一眼看不到边际 漆黑的星空 点点星光璀璨 可却没有温暖 有的 只是寒冷 有的 只是王灵心里 泛起那浓浓的孤独感 王灵的一生 在孤独中走过了两千年 他本已经习惯了孤独 习惯了寂寞 脸上的冷漠 不是他故意装出 而是在这数千年的孤默下 慢慢的 不会了其他的表情 他会的 就只有冷漠 甚至就连笑容 也很少很少 其目中唯一不变的 就是那深深的隐藏在冷漠下 那抹不掉的悲哀 伴随他一生 不快乐 苦涩中 王灵伤势更重 他亮呛着一步迈去 缩地成寸下 离去了无尽距离 在太古星辰的一处星空中 王灵的身影 出现在了一颗废弃的修真心上 这修真心 或许有过曾经的辉煌 又或者曾经出过大神通修士 但此刻 那一切的荣耀 都随风而去 化作了满地的沙石 与那一处处没有灵气的城池 就如同一个走到了陌路的老人 残喘着 挣扎着 不愿送出最后一口气 眼下 这修真心上的东部 处于秋寒之中 秋风徐徐 把一片片落叶卷动 那枯黄的颜色 看去如老人脸上的鹤般 有种苍凉的味道 秋夜随风舞动中 透过那片片枯黄 可以看到 远处有一条河流 河水花花 蜿蜒向北 在那河水旁 有一个白衣身影 默默地坐在那里 任由一片片枯黄秋夜 在其身边吹过 亡灵望着水面 有一些秋夜 许是风累了 送入这里食散去 使得那几叶秋黄 飘在了河水上 染湿了大半后 飘向远处 落叶归根 只是被风带到了这里 落入水面的他们 却是这一生 都无法回到家乡 不知被送往何处 或许几季之后 会变成了河底淤泥的一部分 若他们有魂 这魂 或者带着思念 飘出河水 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河水中 倒映出亡灵的身影 把他的面貌 也清晰地映出 那苍白的脸 冷漠的神情 还有目中的悲伤 似乎也融入进了河水内 在花花声中 流得远了 该回家了 王林轻声喃喃 回家的道路 除了封界大阵外 还有一个选择 那便是云海九阶 新玉裂缝 那神秘的女子 送出的一枚玉检 当年那女子曾言 虚王林相助探寻一地 送给了王林这玉检 并告知在界外 开启玉检 就可避开封界大阵 回到了裂缝内 王林曾多次研究这玉检 其内有诸多禁止 有一些 就算是她 也都看不透彻 似乎里面的不少禁止 都绝非此界修士 能掌握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不过 王林在禁止上 毕竟是大师 尽管无法看得透彻 但还是从齐上 看出了这玉检 将她传送回裂缝的可能 有七成 捏着玉检 王林没有去开启 而是收回 储物空间内 这玉检内的禁止 若要开启 需要一定的修为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以王林此刻的状态 她不会让自己出现在 那敌有未知的神秘女子面前 沉默片刻 王林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 喃喃自语 她 到底是不是长尊 重创了那七彩火焰内的中年男子 此人也承认了 其是长尊的身份 但平静下来后 王林却是不由的起了疑惑 此人修为 忽高忽低 可以对抗那朱雀元灵 可以施展井中捞月 更有那四大皆空之术 知晓思墨子之事 更知晓自己的名字 按照分析来看 却是那阴谋层出不穷的长尊无疑 她所修为火 更有七彩朱雀幻化 应是三代孽雀 只是 她真的是长尊吗 王林之前之所以判断三代孽雀为长尊 正是因为她曾分析过 太古星辰内 长尊的来历最为神秘 没有人知晓 其属于哪一个种族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当年在妖灵之地 王林曾遇到一人 此人她后来知晓 是长尊弟子 此人所施展的 正是火焰之术 前那火焰之术 绝非寻常修饰 可以修炼至那种程度 分明是到了将要摸索本原的程度 这种种的一切 让王林心中起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配合一些蛛丝马迹 王林判断三代孽雀 就是长尊 正因为如此 所以那长尊会 才会知晓 颠落之地的虚实 不敢造次 但眼下 清看到了长尊后 王林却是起了怀疑 清林曾说 长尊所修本原 为太初之力 可是此人从始至中 没有用出半点 与太初之力有关的神通 且最重要的 那长尊数万年修道 心智极深 更是多次算计界内 那承认是长尊的中年男子 似乎身上并没有这种枭雄一般的感觉 且感觉 似乎并不是强大无比 王林皱起眉头 半想之后 始终没有答案 轻叹一声 不再去想此事 而是从储物袋内 拿出所剩不多的丹药 全部吞入口中 坐在那里 闭目吐纳起来 秋风吹拂 王林的身影慢慢模糊起来 四语四周的河水 秋叶融为一体 即便是有修士来到这里 也不会察觉 何边坐着一人 时间慢慢过去 转眼便是三天 三天之中 王林体内原神的伤势 并未好转 只是不再恶化 但其肉身之伤 却是恢复了大半 不算其神通之术 单单六星古神可以发挥的威力 就相当于他痊愈时的五成了 王林知晓时间紧迫 自己让那疑似长尊之人重创 定然会在这太古星辰掀起浩荡 尤其是他身负太古追杀令 又离开了颠落之地 定然有人会追来索命 至于颠落之地 其外围怕是在自己离去之时 就被有心人布置了封印 若自己贸然地重新赶回去 绝进不了颠落之地 只会自投罗网 所以他抓紧一切时间 让自己的修为 尽可能快速地恢复 但这一日 王林正吐纳之中 却是突然睁开双眼 目中寒光一闪而过 他心中莫名的 就有了一股心惊肉跳之感 这感觉 是他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后 来自冥冥之中的一种预警 不对劲 王林站起身 目光在四周一扫 神色更为阴沉 四周不知何时 已然一片寂静 就连那秋风也都消失 眼下是黑夜 天空一轮明月挂在那里 月色落在地面 使得王林清晰看到 河水上有一片片细密的波纹 仿若颤抖一样 化作涟漪震动开来 那河面上 不知何时落下的秋叶 也画着圆圈 缓缓地旋转起来 不假思索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天地扭曲 波纹回荡 王林这一步之下 本因身子消散 但在这瞬息间 在其身子将要融入天地的刹那 却是天空轰然一阵 天地色变中 一个巨大的裂缝 骤然横扫出现 一股磅礴的威压浩荡 降临着频繁的废弃修真心上 更是从那裂缝内 直接就有一只大手 迅猛地伸出 直奔将要融入天地的王林抓去 杀人不足五百 银血不足五金 剑指问天 可甘心 要月票 继续报 本章完 第1389章 云海之巅 凤天狼 第三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这突然出现在天空的巨大裂缝 传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那声音 如并非如咆哮 更似狼毫 阴森至极中 竟然使得王林融入天地的身子 生生的被逼出 一切都是电光火时间 在王林身子 被那狼毫逼出的刹那 巨大的手掌 轰然抓来 似乎一切都算计的极为完美 从找到王林 预测王林会选择缩地成寸陶盾 以这不知何种神通或法宝 弄出的轰鸣狼毫 阻断王林的离去 更是在瞬息间 手臂轰然抓来 那从手臂上散出的气息 更蕴含了一股香火之力 这欲擒王林之人 绝非是第二步修饰 而是第三步 准确地说 是刚刚踏入第三步 与丝墨子水稻子一样 空孽初七 尤其是那气息内 充满了一股暴虐 直奔王林而来 王林没有任何犹豫 猛地转身 右手一挥之下 其手中骤然就出现了一块指甲 这指甲漆黑 刚一出现 便有阴森之意弥漫 被月色一晃 那漆黑的指甲 更似有阵阵凄厉的哀嚎传出 这指甲 正是那大荒上人 看在老猪雀面上 所赠剧毒之物 王林不假思索 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那指甲带着尖笑 轰然直奔来临的手掌 一切都是瞬间发生 快得不可思议 转眼下 这指甲就掀起黑风 与那手掌掌心碰到了一起 轰的一声巨响 那指甲既然穿透了手掌 更是怦然崩溃 在其崩溃的刹那 剧痛如墨 瞬息就蔓延整个手掌 直奔手臂而起 秋风一吹 那手臂骤然一颤 化作一片黑灰消失 这指甲之强 出乎了王林的意料 但那手掌尽管消散 可送来的那股狂暴的气息 却是落在他身上 使得王林喷出鲜血 争獰中他右手再次一挥 却是那股溪液 如流星一般 直奔天空出现的裂缝而去 凤 古溪液迎风见掌 骤然变大 十丈 百丈 千丈 轰然间 就封在了那裂缝上 将其封死 低吼咆哮 从裂缝内传出的刹那 王林向前一步 迈去 整个人融入天地 瞬息无影 缩地乘此而去 他离开三溪之后 那封印在天空裂缝的上的古溪液 化作点点金光 消散无影 太古星辰星空中 王林一步迈出 神色阴沉 右手掐绝莫道 落叶归根 頓时其身前 就有金光凭空出现 化作了古溪液 被他拿在了手中 他眼中寒光一闪 身子急速向前飞驰 更是再次缩地成寸 消失无影 眼下的状态 还不能回到云海裂缝内 长宗会的追杀 再次开始 也罢 我这一生凶险 区区太古追杀令 倒要看看 能引出多少大能 在被追杀中 我便以吞噬之术 恢复修为 王林冷笑 那废弃的修真心 天空裂缝中 在古溪液消散后 从其内走出一个身影 此人是一个大汉 身高三丈 上半身赤裸 神色猙獰 双目露出无情寒光 其眉心之上 有一个印记 这印记 赫然就是一个可怕的青色狼头 长尊会麾下 四大太古凶族 奉天狼族 他并非一人 在其肩膀上 还坐着一个少女 这少女身穿红衣 相貌极为妩媚 翘脸如头 眉目蕴含迷人风情 举手投足 便可惜人心神 其眉心之上 同样有印记 这个印记 是一个古怪的符文 若是王林看到 定会演认出 这印记 赫然就是那太古星辰内 极为神秘的封灭族 当年七彩剑 王林就遇到了一个封灭族老者 给他带来了极其凶险的生死意见 尤其是那道术 更是让王林记忆犹新 这少女修为没有到第三步 仅仅是天人第三帅而已 他手里拿着一个罗盘 低头拨弄了几下 抬头倾笑道 正东 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五里 不过你又必中毒 战力下降了三成 若非是我帮你 那毒可不好逼出 那大汉冷哼一声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轰然间 天地震动 这废弃的修真心 更是大地崩溃 转眼之下 就四分五裂 却是这修真心 在这大汉虚空一步之下 轰轰瓦解 在其崩溃的同时 一股巨大的冲击扩散而出 但这冲击 还没等蔓延开来 就被那大汉左手一挥 骤然就凝聚在了手中 化作一个急速闪烁的虚幻光球 向着前方 星空一甩 那光球落在虚空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使得虚空扭曲撕裂 形成了一个明暗不定的黑洞 大汗一步迈去 直接踏入黑洞内 亡灵正在这太古星辰 以缩地成寸之术前行 此刻刚一现身 却是猛地右手抬起 将古希也毫不犹豫地向着身后一甩 就在这时 他身后那星空 突然就有一个漩涡黑洞撕裂而出 其内那凤天狼族大汉的身影 随之幻化 但就在这黑洞漩涡出现的瞬间 古希也骤然落在其上 凤 亡灵冷漠的话语传出 但双眼瞳孔却是为不可查的一闪 他隐隐看到了 那黑洞内大汉肩膀上的女子 更看到了 那让他心神一阵的眉心印记 不动声色 亡灵向前一步迈去 身影消失 咆哮从黑洞内疯狂地传出 更有轰轰之声回荡 但那古希也却是纹丝未动 片刻后 在古希也不远处 星空扭曲 再次出现了一个黑洞漩涡 那凤天狼族大汉 神色阴沉地一步走出 转头一看 就向那古希也看去 在他目光扫过的瞬间 这叶片化作金光消散 该死 这是什么法宝 斯莫子与此人交战过 为何没有诉说 还有那云落大司 更是回来后 就立刻闭关 你可不要小看此人 此人若非是重伤 以你的修为 要将其抓住 并不容易呢 那少女轻笑 低头看着手里罗盘 西北 三十七万八千四百九十六里 那大汉冷冷地看了肩膀上的少女一眼 她尽管修为 到了第三步 但也不愿太过得罪这少女 此女是太古武尊之一 妙英道尊的侍女 突然自行找来 帮她情杀 你主子应是去了那古之墓点 你突然寻我 有何目的 先行说说 那大汉并不着急去追王林 而是缓缓开口 是不是古之墓点还不一定呢 只不过根据一些古老的典籍 一系有几分确定而已 莫说主子 这太古星辰眼下诸多大能 大都去了那里 呀 不说这个了 那人已经出了百万里外 若你再不去追寻 可就逃远了呢 少女展颜一笑 神色更为妩媚动人 那大汉没有开口 只是冷冷地盯着少女 好了好了 说就是嘛 等秦柱那人后 你要让我从他身上取一样东西 若你同意 事后道尊会赐一个六品道零 作为答谢 少女眨了眨眼 轻笑道 那大汉沉默片刻 没有说话 而是向前一步迈去 西北 二百七十九万八千四百六十一里 咦 是你奉天狼族一处份宗部落呢 大汉冷哼一声 脉步中前方虚空轰然撕裂 其身影瞬息消失 太古星辰星空 王林从扭曲中脉步而出 其前方有六颗修真心 排列成员 其外还有一片阵法光芒 显然是太古星辰内一处部落 一眼看去 那六个修真心外的阵法上 有一个虚幻的狼头争鸣闪烁 似在告诉一切 路过此地的太古星辰修士 这里属于哪个部落 狼 王林想起了之前 那废弃星天空裂缝内 传出的狼嚎 哼了一声 王林向前急速而去 直奔那六颗修真心 其身子更是在前行中 轰然喷出血物 那雾气越来越多 最终将其全身弥漫 仿若他的肉身消散 元神 魂魄等等一切存在 都化作了这吞天是地的红雾 这血物转眼之下 就弥漫数万丈 更在疯狂地扩大 轰轰之下 冲向了这奉天狼族分宗部落 其上的阵法 在剧烈的闪烁之下 根本就无法阻挡血物的侵入 王林化作的血物 骤然就冲入其中一颗修真心 阵阵凄厉地惨叫 随之惊天而起 轰轰之声更是疯狂传开 但仅仅是片刻 这一切声息就嘎然停止 成为了死计 其上所有具备一定修为以上的修饰 被雾气一卷 直接就全身化作血水 尽数被试 红雾卷动 直接向着余下几颗修真心弥漫过去 那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原本无法传出星空 但诸多的数量混合在一起 却是使得这声音轰然传了出来 这六颗修真心 是凤天狼族新成立的分支部落 其上还没有凡人 有的只是齐族族人 此刻被红雾狂扫 死亡大半 星空中 黑洞扭曲撕裂出现 那凤天狼族大汉一步走出 在其走出的瞬间 那一声声混合在一起的凄厉惨叫 顿时就传入齐耳 这大汉身子一震 眼中顿时就爆出滔天杀鸡 低吼中 这大汉疯狂地向前冲去 星空喷喷 似随着其脉步 出现了坍塌崩溃一般 在其身后 更是有一头巨大的虚幻青狼 猙獰的出现 今日第三更 月票第一了 尽管只有几个小时 但耳根很满足 若三更不够 让诸位投月票 我便写第四更 若第四更还不够 若我今天写不完 我就明天再报 用连续数日的爆发 只为换一张月票 感谢绿绿的原野同学 支持仙逆不遗余力 荣登盟主之位 领先亡灵一步 成为第三步大能 耳根再次鞠躬致意 特别感谢Fning总盟 离京前飘红助威百门汇聚之日 望此行一切顺心 本章完 第1390章 云海之巅 云陵的伏击 第四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这青狼有万丈之大 尽管在星空中还是渺小 可近距离的看到 仍然还是足以让所有看到者 心神一震 凤天狼族分支的六颗修真心 最后一个上面 红雾滔天而起 急速的收缩凝聚之下 云陵的身影出现 他双目闪过红光 原神的伤势略有恢复 冷漠的一眼看去 其双手没有半点停顿 在身子幻化而出 向后退步的同时 向着身前六颗修真心 骤然隔空一拍而去 这一拍之下 云陵之前留在那六颗修真心上的暗镜 轰然爆发 却见其中一颗修真心 矩阵之下骤然崩溃 那崩溃的力量震惊星空 这不是废弃的修真心 而是一颗充满了灵气 被凤天狼族好不容易得手之心 他的崩溃 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废弃修真心根本就无法相比 崩溃的 不仅仅是其山脉大地 更有那阵阵磅礴浓郁的灵气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这修真心四分五裂 大量的碎石倒卷冲击 形成了一股风暴扩散 这修真心爆开的时机 亡灵把握得极为巧妙 他早就算出 对方随时追来 在吞噬恢复元神之时 留下着暗昭 几乎就是在那奉天狼族 大汉临近的同时 此心崩溃 若仅仅是一颗修真心 显露不出亡灵的果断与杀机 在那第一颗修真心爆开的瞬间 余下五颗修真心同时轰鸣 巨大的冲击夹杂着无数碎石 在不断的崩溃之下 化作了一股冲天之力 向着四面八方轰轰扩散 远远看去 这一幕就仿若是星空坍塌 如末世一般 那六颗修真心崩溃形成的风暴 就如同一张森森大口 直奔大汉吞噬而去 转眼之下 就将其彻底吞入风暴内 轰轰轰轰轰 剧烈的声响 疯狂地在这星空内浩荡而起 但就在这时 一声惊天狼嚎绝空而起 但见在那六颗修真心崩溃的风暴内 那万丈轻狼猙獰的冲出 其大小尽管没有变化 但其身上却是虚幻了大半 就连神采也暗淡了不少 此刻冲出 在怒吼咆哮中直奔亡灵 如天狼吞跃一把 张开狼口 直接就吞噬而来 眼看那狼口临近 就要把亡灵吞入 亡灵后退中 嘴角露出冷笑 右手默然一挥 立刻就有一块龟甲 出现在了其身前 这龟甲一触 幽光万丈 如一道道利剑 向着前后左右所有方位 疯狂地穿透 更是在其剧烈的闪烁之下 那龟甲骤然有了虚幻 疯狂地膨胀 转眼之中 赫然就化作了一尊 巨大无比的龟兽 这龟兽 正是老朱雀所赠 本应该存在于大地心 赛场之上的骨魂镜 龟兽幻化 把亡灵庇护在下 仰天发出一声惊天长思 那青狼刹那来临 轰的一声 就吞在了龟甲之上 远远看去 这一幕极为壮观 星空中 六个修真心 崩溃风暴横扫 在那风暴外 万丈虚幻青狼争宁 磅礴巨龟嘶吼 展开了碰撞 轰轰之声震动星空 画作无数波纹 向着四面八方 不断地扩散而去 如同海中 怒浪涌动 那龟甲一阵 急速缩小 被亡灵拿在手中 身子急急后退 至于那青狼 先是在 修真心崩溃的风暴下受窗 又在骨魂近距归下反阵 身子顿时就崩溃了大半 倒卷后退万丈 那凤天狼族大汉的身影 从修真心崩溃的风暴内走出 右手一挥 崩溃了大半的青狼 顿时回到其身后 亡灵眼中寒光闪烁 嘴角溢出大量鲜血 身子不断后退 脚下波纹回荡 却是出现了将要缩地成寸 离去的迹象 但她的目光 却似隐隐地盯着那大汉 肩膀上的少女 瞳孔收缩之中 她的目光几乎微不可查 就算是那少女 也没有想到 王灵在退后 展开逃顿迹象之时 其目光 却是落在了自己身上 若她知晓 若她了解王灵 此刻定然会心神震动 起不妙之感 那凤天狼族大汉 目光透出杀鸡 脉步中正要追来 但突然面色一变 却见其体内 骤然就弥漫了一股虚幻之火 这火焰凶凶燃烧 转眼就将其全身弥漫 甚至她身后那虚弱的青狼 也同样被虚火笼罩 发出凄厉的惨叫 虚火修饰 该死的 那大汉面色立刻苍白 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露出震惊 其肩膀上那少女 秀眉一皱 目光看向远处后退 眼看就要逃顿的王灵 玉手抬起 再眉心一抹 口中轻声道 封灭族后人 召唤我族大神通封印 封此人退 她咒语刚说到这里 突然之间 远处后退的王灵 眼中爆出了金光 在奇目中光芒闪烁的刹那 六颗修真心崩溃所化 正向着四周蔓延推动的 磅礴风暴内 血光滔天起 却是那血剑 早就被王灵藏在了修真心上 就算是修真心崩溃 也始终隐藏在那混乱的冲击内 始终没有现身 但眼下 却是骤然而起 在那血光把星空照耀的刹那 直奔那少女而去 这血剑速度太快 转眼之间就临近了少女 直指其眉心 眼看就要穿透而尽 那少女更是被这突然的变故 愣在了那里 血光一闪 以无法想象的速度 那血剑直接就穿透少女眉心 从其后脑冲出 闪烁中直奔王灵 随着王灵身影 刹那就缩地成寸而去 干净利落 这一幕 让那奉天族大汉 眼中瞳孔猛的收缩 心神顿时一震 更泛起一丝深深的可怕 明明是虚火修饰 偏偏隐忍不发 直至方才突然引动我体内情绪 在我全力压制虚火之时 却没想到她早就 在那修真心内藏了宝剑 一闪之中 取这妙音道尊 侍女之命 好深的心机 那宝剑也是一样义武 居然有如此快的速度 更是锋利至极 此人知晓 我是第三步修士 或许有手段抵抗那血剑 为了确保杀伤 她放弃选择偷袭于我 而是要毁灭这侍女 大汉墓中露出一丝忌惮 她忌惮的 不是地方的修为 而是那层出不穷的法宝手段 还有那如海参的算计与心机 她却不知 王林除了担心无法将其杀死外 最重要的 是王林认出了那少女 眉心的印记 这印记代表的强大与可怕 她至今记忆深刻 封灭族 太古罕见种族之一 此族之人 更是数量极为稀少 有此女在 王林一切神通 都可被封印 一旦被封 后果不可预料 甚至在王林看来 此女尽管修为不高 但其威胁 却是与这第三步空孽初期大汉 也不遑多让 好狠的人呢 一声悠悠的叹息 从奉天族大汉肩膀上传出 却见那眉心被穿透 鲜血流下触目惊心的少女 双眼 在短暂的无神暗淡后 慢慢地重新有了光泽 她眉心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如动 最终彻底恢复 但却有一道疤痕 永久地出现在了那里 还有其后脑处 伤口随之愈合 这少女抬起葱指 把眉心疤痕处的几点鲜血抹下 放在嘴角吸入口中 很恐怖的心机与计算 她早就算好了 我们追来的路线 先是在这六颗修真心上留下静止 在我们临近的刹那引爆 借着修真心崩溃的混乱 惊扰我们心神 使得我们只看到这修真心的崩溃 却没有留意到 其内隐藏的飞剑 这 才是她的目的呢 少女目光闪烁 她应该是知晓 我是封灭族族人 这番布局 就是为了 杀我 那少女嘴角露出动人的微笑 但其双眼 却是露出一丝掩盖不住的忌惮 好生的心机 一旦确定是敌人后 就果断狠辣 这种人物 不好惹 我们小看了的她 就连主人 也小看了她 若非我封灭族有三魂之命 方才 我已经死了 少女银牙一咬 尽管神色镇定 但心神却是充满了恐惧 方才那一瞬间 她根本就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 转眼就死去一次 这种事情 她这一生 尚是第一次经历 追下去 天涯海角 也要将其杀死 东北处 1734532里 此人心机之身 一切都要提放 怕是她逃走的路线 也有含义在内 这个方向 这 那女子轻声道 她拿着罗盘的手 还在轻轻颤抖 她猛地抬头 看向东北方 那里是古之目的所在 她为何选择逃去那里 那凤天狼族大汉沉默中 向前一步迈去 星空轰轰 被她撕开裂缝 直接踏入 直至她离开 那裂缝才缓缓地收拢 星空平静下来 唯有那崩溃的修真心 所化风暴 还在蔓延 古之目的裂缝外 弥漫了厚厚的雾气 这些雾气翻滚云涌 其内蕴含了可怕的力量 就算是第三步 在这力量下 也要谨慎 不敢轻易踏入雾气中 这片雾气 弥漫了星空十万里 在其外围 太古星辰诸多修饰 均都存在 没有人注意到 此刻 在那雾气深处的 谷之目的裂缝内 一股巨变 正在酝酿 片刻后 就以一种震惊太古的剧烈 轰然爆发 写完 四个 但写还未染进衣精 一袭白衫持青剑 衣要成红 剑要进雪 两日沙伐 起配指添饰酒 味道饮食 求月票 本章完 禀行 有错 一阶